是戴佑黎先生請預備 我想跟大家講的是說 其實這幾次開會下來其實我都有參加 那我平常聽講上次新的政府 他來這次開會之後 我真的覺得他們真的比以前勇氣很多 他準備了這些獎益還有這些東西 所以我是給他們一個可視 那可是接下來我是想要有些疑問 就是說那個環評還沒有過 那你們現在的這個計畫是環評過了以後的計畫 還是環評沒有過的計畫 所以我沒有看到一個環評沒有過的 一個備案 就是說一個備案 所以我想請這個局長是不是可以重新思維說 如果環評沒有過的話 你會怎麼去開發這塊地 然後是不是不要放這麼多的東西在裡面 其實你規劃這東西很多也很完整 可是我覺得不一定要把那麼多東西放在那個裡面 因為局民他有一些考量 他覺得說這邊是個敏感帶 那不管說他是不是怎麼斷層或什麼 大家就是覺得不安心 那你在一個不安心的地上面去開發一些東西 那你還不如說環評沒有過的時候 你會怎麼去思維這塊地 你去做一個backup plan 那你把這兩個計畫拿出來比較 然後讓大家聽說 一個是一個在一個敏感的地方 敏感的地方開發的計畫 跟你這個正常的開發計畫 大家比較喜歡哪一個 是不是可以讓大家有多的選擇 而不是我們就只有這個plan可以去執行 然後我們就只能想這個 好像這個計畫好像很單一 並沒有很多人去想 這是我的一個建議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已經經歷過好政府實在 還有然後現在這個柯市長實在 那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換一個人就換一個腦袋 那我知道現在市長團隊很認真去做這些事情 我們也看得到 但是我不知道說 那個柯市長以後 換了人做了以後 是不是這個plan都還是繼續執行 因為我現在沒有看到schedule 就是說你們這個plan 什麼時候開始 什麼時候完成 然後那個時程是什麼走了 所以maybe柯市長已經結束了 然後這個plan還繼續進行 然後進行到一半換一個人 他就說這個plan又變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個人覺得不安心的地方 所以我雖然很認同 也覺得你們真的做得很好 但是我不知道四年之後 是不是還是品質還是這樣子 所以我不曉得誰可以給我們這種保證 然後這個 這是我的兩個疑問點 然後其實我比較不希望有議員介入這個計畫 因為我覺得有議員介入 其實他就是有政治的意味在裡面 他其實就不是那麼乾淨你知道嗎 因為你知道我上次聽到說 那條路就是規避環評 那我自己想說那我們議員在幹什麼 那條路在那邊 然後竟然議員都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然後里長也沒有告訴我們 原來這個是規避環評 那我真的覺得說 我們正好不需要議員 那個那條路在那邊 就是告訴我們說 政府要亂來的時候 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 所以我們也不要想說 要去靠議員什麼 那條路就已經證明 議員就是沒有用啊 我們靠我們自己好不好 如果你說說政府這個 要有公信力就是 真的是像局長說的 你會環評你會幹嘛 你所做的事情都會做到 然後我們相信你們 我們不需要就是 要用得好像很對立 其實我相信說你們 一定是有心想要做這個 好的事情了 好我知道有議員 謝謝